字幕提供 每星期都有新影片 Hello 大家好 第一次和大家去喝茶 朋友带得我去的 當然不是普通的酒樓 在那裡除了吃到傳統粵菜 它會加入新派的做法 地點還非常接近羅湖 現在就一起搭車過去 看看這間在酒店裡的酒樓 我又吃了什麼美食分享給大家 有兩個方法可以去到這間酒樓 可以行路或者搭地鐵 去的時候就在羅湖搭一個站 去到國貿站 走的時候就會行路過去羅湖口岸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喜歡坐車 還是行路過去 來到國貿站在A出口出 然後上一層 然後在右手邊這個門口出 沿著這個方向直走 在前面這個電梯上去地面 然後轉左 跟著這個地面一直向前走 大概走一分鐘 右手邊就會見到這座白色 整個船的新都酒店 在這個酒店下面 即是紅色招牌下一層 就是新都酒家 也是這次我們來喝茶的地方 如果搭開9號線 可以在人民南站的C出口 出來旁邊就是新都酒家 這裡都可以直接上去 也可以選擇經酒店大堂進去 在旁邊走這條路 直走就會是酒店大堂 裡面有部升降機 可以搭上去二樓酒樓那裡 進來才知道 這間酒店裡面的大堂非常大 進來之後 右手邊就有升降機搭上去 剛才門口和電梯口這個位置 都有很大張Poster 寫著11點前埋單 有7點8折 進到電梯 按二樓就是中餐廳 進去的時候見到很多包房 又八卦進去看看 他們就說 好像這間房一樣 可以坐15至20人 吃午飯或晚飯都可以訂這些包房 只要夠15人以上 就沒有最低消費 這間包房很大 是私隱度有高 一家人吃飯朋友聚會 聊生意都適合 這次我們只有3個人來 下次多些人才訂包房 這個大廳一半以上 都是落地玻璃乾線非常充足 大廳這裡每張桌都分得很開 一點都不迫業 我在大眾點評找到這間酒樓的資料 他們已經有35年的粵菜經驗 用全新的形象 經典粵菜新派做法 堅持用新鮮的食材 現場即做 那就真的要嘗試他們 即做的點心是怎樣 我自己平時都喜歡喝茶 所以茶的溫度很重要 沖好茶用這個方法去保溫 不怕茶葉浸得太久 茶味太濃 Good 看看這裡有什麼點心吃 這張點心紙非常長 真是很多選擇 基本上酒樓的點心它都有 有些更特色 用電話下單還可以看相片 外面這個位置有廚師現場處理 積叫的小食 藥線浸鳳爪48元一份 韭菜豬紅22元一份 胡椒豬肚32元一份 乾隆一品蘿蔔48元一份 和味豬手48元一份 叫了食物 等著時看到這個餐牌 有帝王蟹的推廣 優惠價是298元一斤 一蟹還可以三食 第一個做法是避風塘炒肉蟹 第二是海膽醬焗蟹爪 和蟹膏蒸土雞蛋 我問了店員 他們的帝王蟹 即是阿拉斯加的長腳蟹 11點前埋單有7點8折 都抵食 我們點了這個 在大眾點評網友推薦菜 還有人氣No.1的村公白子魚頭湯 當然帶我來吃的朋友 都叫我一定要來喝這個湯 這個藥線湯 如果有頭痛、頭重重 或者頭風 喝完它會很舒服 看網上的資料介紹 它是用北京同仁堂的藥線 以及用萬六湖 8-10斤以上精選的水泉魚去做 每天用新鮮的魚即日煲 煮這個湯 如果魚不新鮮就會有腥味 雖然說4人份量 6個人喝都夠 我們每個人都喝了4碗 魚有多 所以一定夠 這個魚頭真是很大 所以很多魚韻 還要很滑 一夾就散了 最重要是魚頭夠新鮮 所以很鮮甜 以及非常滑 煮得剛剛好 男女都合喝 朋友連續喝了4碗 他還說這陣子頭重重 喝完之後 舒服了 果然是網友推薦 No.1必點的菜式 推介 第二樣我們也是點了 網友推薦 人氣No.2的菜式 就是這個 深井燒鵝 他們是選了 清遠的烏中鵝 去做燒鵝 因為這隻鵝的骨架是小一點 肉嫩多汁 是由有20年 燒臘經驗的師傅親自去燒的 以及用了古法醃製 皮脆肉嫩 燒鵝動作不好吃 要趁熱吃 用了這個方法保溫 吃到最後一件還是暖粒粒 古法醃製吃到傳統的味道 烏中鵝的肉質鮮嫩 又燒得剛剛好 夠特別 好吃 另外我們點了點心 有新派和傳統的 有這個做得好可愛的 天鵝榴槤酥 看到很多台都有叫這個 超巨大的油炸鬼 整隻手臂那麼長 你看 店舖人員說剛剛改了新名 剛剛改的名字叫做 心碑頭條 頭條 它最新的名字叫做 新刀頭條 蝦餃燒賣當然不少 還有剛剛最新出的 這個黃椒醬蒸蜜魚仔 新菜 新菜 青菜 粒粒粒粒粒的新刀蝦餃餃 這裡的點心都頗大 一邊看下去就會見到 新派菜 麻辣爽口燒賣 花椒約少許辣 到時可以試一試 古法馬拉糕 還有我最喜歡吃的 這個叫 新會陳皮牛肉丸 最後叫皮蛋瘦肉粥 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開始吃東西了 不過先上機吃 看到這麼特別的東西 當然要打一張卡 連我兩個朋友都忍不住 要打卡放上IG、Facebook 和我的頭一樣大 真的很開心 很誇張 其實放進口也不知道怎麼放進口 真的有想幾秒 不知道怎麼放進口吃方便一點 我覺得用手吃會好一點 開心一點 我覺得這樣 好像蔥油餅一樣撕來吃 外面脆 裡面是軟的 現在配粥吃或者這樣吃 遲些就問了他們 可能會加上豆漿一起吃 很棒 它是比我們平常吃的油炸鬼更加鬆軟 因為它發到很大 所以入口那一刻是很鬆軟 推介 這碟也是很精緻 趁它完完整整 快點打一張卡 先試一下 這個是什麼 你猜 吃不吃得到 麵包 吃個屁股 好香啊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們三個都喜歡吃榴槤 和家人喝茶 沒有人吃榴槤 只有我一個人吃 多好吃 都沒意思 裡面的榴槤蓉很大 外面的酥皮做得很鬆脆 咬入口真的酥到吊渣 好 裂開了 是嗎 這麼細心 一早已經裂開了給你 對 不用自己烤 它烤得順了 接著又試一下這個麻辣燒賣的辣度 我撐不撐得順 這個燒賣很大 超大 一進去就已經有點麻的味道 特別 但我可以接受到的辣 這個 還可以 其實它的麻辣味道真是BB辣 所以我都吃到 蝦和豬肉的比例很好 咬入去不緊 很鬆 吃得辣的這個朋友 當然是小兒科 對於我來說 味道就很特別 吃得傳統燒賣多 偶爾轉一下新口味都不錯 哇 整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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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吃 試一下這個最新出品的 黃椒醬蒸蜜魚仔 又問一下我這個 很喜歡吃蜜魚仔的朋友 剛剛好才這麼大 會不會煮老了 蒸了 墊底粉絲才是精華 吸收鮮甜的蜜魚 還有黃椒醬 很棒 這個蝦餃漲漲漲漲漲漲 看進去就知道裡面的材料 很足夠份量 看到皮也很薄 隱約看到裡面的蝦 嗯 很多蝦肉 就這樣看進去也有三隻蝦 很滿足 很多蝦肉 吃得出是用新鮮蝦做的 爽口彈牙鮮甜 絕對稱得上這個名 新刀蝦餃王 到我最喜歡吃的牛肉 這裏叫心會陳皮牛肉丸 超大的粟米 對 它有些粟米在大角 很搞笑 味道是傳統的酒樓山竹牛肉 如果不喜歡吃陳皮的都不用怕 因為它的陳皮味都不是很濃 這個牛肉球雖然很大 但是入口軟軟軟軟 繼續吃古法馬拉糕 冬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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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鬆軟 回彈力十足 吃不到的 就這樣看都看得到了 馬拉糕真的要趁熱吃 它這裏的口味是傳統酒樓的味道 甜到適中 合格 兩個朋友都說喝茶一定要吃粥 個人習慣 這裏的粥煲得很軟綿 又足料 好吃 剛才看到的就是這張單 這麼多樣東西 後加了馬拉糕和牛肉球 在美團點讚還可以有8-5折 折了大概500元 就吃到一鍋 村公白子魚頭湯 一碟燒鵝和8個點心 最重要的就是 用我們的港幣對人民幣 一對一 這個價錢可以在酒店裡的酒樓 坐得舒舒服服 又不吵又不逼人 無論環境、服務、食物質素 這個價錢絕對抵食 我們還在美團見到這個 很抵食的二人晚餐 288元有4樣東西 即不用50元一碟 我們見到這麼抵 所以都約定下次來試試這裏的晚餐 現在就告訴大家 如何從羅湖走過來 在羅湖口岸出來直走 前面見到香格里拉 走到這個位然後轉右 在前面這個燈位 向著這個方向過馬路 過到對面一直走 走前一點 在左邊就會見到整座船的新都酒店 地下就會見到這個紅色招牌 就是新都酒樓 我的頻道每個星期都有新影片推出 按個訂閱鍵就不會錯過了 多謝大家收看和留言讚好分享訂閱 今集美食分享就到此 我們下集再見吧